字幕提供 Hello 这份语言 第二集 同志的福音 上一集分享过我的避讯 呼召到同书团体的群体去传播一幕 这集很想和你分享我认为你心里的问题 究竟圣经如何看同书团体呢 这个人看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用识经的回答 大概你可以找到这么大大书去理解这件事 有不同的派别 有不同的人去理解圣经 都会有不同的答法 不过大致的答法 都会说同性戀是最难的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我的理解 我会看如果戀愛的关系是最有婚姻的话 我理解同性戀的关系并非上帝创造的原因 因为如今创世记里面说 上帝要创造下弯 成为阿当帮助一男一女的创造 那么我们就看人的创造 男性和女性实际上在性行为里面 能够去繁殖下一代 能够去生养众多都是上帝的愿意 或者再肯定点这样说 如果以其他的经文去理解 我会理解同性戀是一个罪恶 是并非上帝的心意 不过我在这里想怎样看 同性戀说我自己看法的同事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认为大家普遍来说也有一个误会 我想说虽然我理解同性戀是罪 但是绝对绝对的是 同性戀这个罪没有比其他的罪大 我认为无论是哪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会有罪在里面 我想异性戀都会有性很多的试探 他都会有一个男人 看到很多女人他全部都喜欢 他都是一个罪 如果他跟他太太以外进入其他恋爱的关系 其实都是罪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 以致我们不会对同性戀者误解 或者有更多的低廷批判 就是同性戀这个罪 真的没有给任何一个甚至说谎 其他罪大 我觉得这件事要是很知道的 信仰的原意是让我们要离开罪 要走进上帝给我们的心意 人生目标 是圣经里面很肯定地写的 我想能够他进入信仰的历程 成长是没有分他是同性戀者 还是他是異性戀者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同性戀的倾向 他也是同性戀的关系里面 但是他在基督徒 他进入信仰的历程里面 我认识他有十几年了 他这十几年里面 在信仰的历程 其实他很努力地面对他的关系 过去他在关系里面 会有同性的性行为 但是他认为 圣经这样写的事 他想离开这些罪 他很竭力地跟他的伙伴 没有性的行为 他们很想受一个性戀的关系 虽然他在很多跌跌跌跌的里面 但是他在信仰里面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去更多的认识上帝 甚至去侍奉上帝 我想这些给我看到的是 其实他在很多内疚困难里面 他仍然坚持在上帝里面 在信仰的路里面 是我很欣赏的一件事 所以我看同性戀的人 要走信仰的路程 没有因为他有更大的罪 而会停止 反而是因为在罪里面的我们 或者同性戀的人 可以经历上帝这么多的 就是我们如何持守 走到上帝里面 是更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算我现在是一个传道人 我想我仍然在很多的挣扎里面 每一天去面对很多的试探 我都会认识很多女性朋友 甚至很坦诚地说 现在也有女性吸引我的 但我估计我仍然愿意 在那个挣扎里面 每天去坚持的时候 我又经历上帝很多的帮助在我里面 希望我今天想带大家去看 圣经如何看同性戀的时候 我也想带大家去看 圣经是如何看我们一些 在同性戀的挣扎里面的人 我想的是当我们愿意持守在上帝的道里面的时候 实际是这样加给我们的力量去面对那些试探 这是第一个想回答我心里面你们的问题